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下美國總統選舉的槍擊事件 事源是候選人之一的特朗普 在7月13日 在賓州 進行選舉活動演講時 突然遭到疑似的槍擊 特朗普突然身側了一側 然後現場發出一些驚呼 網上有當時的槍擊畫面 不過以我自己做Youtuber的經驗來說 如果你放這些槍擊影片 這影片不單是黃標 是會紅標 所以大家自己去找新聞的影片看 這些槍擊案令我想起 就是當年台灣選舉總統陳水扁的槍擊事件 以及早些年發生了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槍擊事件 導致死亡 也是有些類似發生的 這次特朗普的槍擊事件 當然第一時間令人想起 到底是真還是假 即是他的真偽到底是怎樣 我自己看了影片之後 以及事後後續的報道 其實我個人偏向覺得是真的 而且我覺得造假的可能 我不敢100%說沒有 但我覺得造假的可能是極低的 因為這件事 首先我們看了現場的影片 其實是因為特朗普當時在槍擊的時候 剛好頭就折了一折 然後他折了一折之後 那個子彈就射偏了 拆過了特朗普右邊的耳朵 你可以看到特朗普右邊的耳朵流血 即是爆到成面都是血 加上事發後 警方公布了 即是媒體那些 原來槍手在差不多150馬以外 是一個非常非常遠的距離 亦都解釋了為何這個兇手 這個槍手 可以經過槍械審查 正常你進入會場的範圍內 你要經過安檢 你不可能會攜帶槍枝 但150馬是一個極遠的距離 即是這個概念 不知如何跟大家說 即是如果你有玩 打機你也知道 其實150馬外是很遠的 差不多有10個12馬 再多一點 一個距離外 這個距離外 即是造假 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析可能性 首先為何這麼低 因為他的子彈是拆過特朗普的耳朵 即是說 如果你造假 分分鐘不小心射偏 就變成做真 加上在這個距離 你要考慮風向 風速等等 以及時間 空手要計算 那麼多東西的情況下 我覺得造假的難度 射中特朗普的難度更高 我相信造假 也不會用這些東西來搏 例如陳水片被人說造假 他也是射在下面的位置 但造假 沒有理由射頭 我相信 沒有理由搏 而且 即是造假 事後已經證實了 那顆子彈 雖然射過了特朗普 但是 其實現場的觀眾 其實很近 這一顆子彈射到觀眾台 據這個公佈 已經證實了 現場的觀眾 有一死兩傷 追擊子彈非常大 穿透力 所以直接穿過三個人 極度恐怖 如果你說造假 做到搞出人命 我覺得這件事很嚴重 所以這個指控 不是太合理 我覺得這件事應該是真的 到底你說什麼人做的 左翼還是右翼 反對特朗普 但我覺得很奇怪 你反對特朗普 難道你支持拜登 最近美國總統拜登 有很多新聞 其實基本上 他是不是老人痴呆 其實大家都有目共睹 看到 其實美國選拜登 是一個笑話 選一個基本上行動 說話都不正的一個人 阿伯 來做一個 控制全世界最大的 美國總統 其實美國國民 是否搞笑 現在特朗普來選 我相信支持率也挺高 可能令到 當然 我不會對家買空 因為其實買空殺人 這是一個很低能的手段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是你做的 通常 是不會用這些方法 我覺得這些槍手 多數都是自發的人士去搞 當然 其實美國的背後勢力都很複雜 真的 有很多黑暗的東西 這些我就 不過多猜測 我們只講回這宗槍擊案 我就覺得 挺恐怖 還有特朗普的反應也是非常快的 受到槍擊之後 第一個反應 就是覺得自己死不去 當時的反應 馬上很快 總統的保鏢 雖然馬上撲過去 想帶走特朗普 但特朗普說 Wait 等一會 然後他高舉拳頭 然後就是很威 不畏強拳 絕不投降 你可以看到特朗普的形象 非常強悍 他那幾張圖 我覺得挺經典的 即是你可以 我可以有望 即是入選那些 不知什麼年度 世界攝影大賽之類 即是世界新聞之類 因為他那幾張圖 即是你可以 無可否認 特朗普這個人 是你喜不喜歡 但你可以看到他多有魄力 而且他這方面 是挺厲害的 即是可以這樣 你想想 剛剛經歷生死的階段 正常人都會害怕 驚雲未定 是呆了 即是不知發生什麼事 但他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馬上做出一個反應 然後擺出這些帖子 我覺得他真是一個 你無可否認識 是一個天生領導的人 大致上是這樣 但對很多亞洲人 很多香港人 特別是很支持特朗普 我不是說知不知遲 因為其實 他不是太關我事 即是他們的經濟 和我們普通人不關 但其實我想說 特朗普是很反對移民 我想說 如果你是一些 其實你是美國人以外的人 基本上 特朗普都是不喜歡的 他在位年間 削了很多綠卡 或其他福利 這件事是少少之淡 如果你有親戚 或將來想移民美國 會變得非常困難 因為他們就是要保障 美國總統要保障美國人的利益 這件事其實對於美國人來說 我覺得是好 我不明白 那麼多美國人要反對他 當然他當然有很多醜聞 他現在還有官司前身 又說他搞什麼驗星 這些很多黑材料 但凡有選戰的話 大家都知道 但搞到槍擊案 我就玩大了 這件事大致上是這樣 如果有最新消息 我之後都會跟大家跟進一下 看看會怎樣 我自己覺得 因為現在美國選舉方面 特朗普的支持率 其實都是一半一半 他未去到有優勝 甚至乎希拉莉的支持率 都稍為高一點 高1-2% 但經過這次槍擊案之後 我個人會覺得 特朗普的支持率 肯定會上勝 因為他被槍擊之後的英勇表現 已經成為了很多 美國國民心目中的英雄 所以我們就看看 這個選舉的進程會如何 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